谈到税法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 做出了许多重磅改革 对于在美的居民 甚至是全世界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北美华人会计协会 将于这个周末来举办讲座 邀请许多的专家出面 来解惑民众心中的疑惑 欢迎永远参加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将于这周末 2月3日及2月4日两天 分别在洛杉矶华侠文教服务中心 与城县华侠文教服务中心 举行税务理财与法律演讲会 邀请到相当多位专家 包括会计师、律师、银行专家 保险规划师、贷款总裁等等 面对税法改革 教您如何在年初 就做好省税计划 分享最新、最有用的税法理财与法律知识 以及在美投资 如何有效地进行税务规划等讲题 欢迎永远参加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报告这个川普税法的最终版 包含个人税、公司税 跟所谓的国际租税的部分 2月3号礼拜六在桥二中心 2月4号礼拜天在城桥中心 借由这两场演讲会 相信2018年 这个税法里面很大的部分 就是说把标准扣除了 把它提高 从个人增加 一个人增加到1万2 夫妻增加到2万4 但是很多的减项却减化了 包含这个地产税 跟这个周税最高只到1万 也就是说你的房子价值过高 那你的地产税只能减到1万 封顶 从12月15、2017以后的新贷款 最高只到75万贷款的利息可以减 那以前可以100万的利息 再加上这个equity loan 10万块可以减 但是今年这个新的税法 equity loan是不能减 那Sea Corporation也是降到 从35最高降低到21 那我相信这些所有的税法 都是在在的鼓励企业业主 现在我们也看到说 这些的金钱 全世界的资金都已经流向美国来 我相信这个川普税法 最明显第一招 已经看到他的这个所谓的驱动力 把世界的资金集中到美国来 但是配套措施如何 还是需要这个看这个川普 如何把这些项目 好好的消化掉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创造美国新的经济的繁荣 成立于1993年的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20多年来举办相当多的专业讲座 将最新的税务理财方法 与法律知识分享给海外侨胞 这周末的活动免费入场 但座位有限 欢迎前往洛桥中心与城桥中心 了解关于自己缺身的理财法律 以及健保问题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